請收看台灣向前行 歡迎收看台灣向前行 台灣向前行 我是孟奇 有關於中台杜蘇瑞的最新動態 大家都非常的關心 颱風的暴風圈預計在下午 會逐漸籠罩台東 高雄跟屏東的陸地 那麼目前氣象局已經針對 十個縣市發佈了降雨警戒 其中在花蓮跟台東 是升級為大豪雨特暴 而花蓮縣政府也在稍早公布了 花蓮的玉里鎮 副里鎮 還有浊西鎮這三個鎮鎮 是今天下午開始就停班停課了 那麼受到颱風的影響 越晚風雨會越大 也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 防台的準備 注意安全 好 另外一方面來關心到選情 也是風雨飄搖的國民黨 全代會之後 現在整個黨 瀰漫著一股一言不合 就開嗆的火藥味 金小刀耍大刀 昨天直接公開質疑 到底朱立倫喊出來的執政大聯盟是什麼呢 這讓外界非常的訝異 難道國民黨黨中央跟紅友宜的競選團隊 事先都沒有先溝通好嗎 而朱立倫 金普聰是誰來主導呢 金小刀的炮火昨天更對準了羅志強 直接點名說羅志強都已經身在最安全的選區了 居然還在搞把戲 讓他很看不起 而至於郭董的部分 金小刀也是沒在客氣的 直接說隔行如隔山啊 喊話阿扁當造王者 會比自己當王來得更好 希望郭台銘三思 這一番話 郭董聽得進去嗎 我們稍後一起來討論 好 我們趕快先來介紹今天的來賓 首先第一位 我們邀請到的是資深媒體人王瑞德 孟琦好 大家好 接下來我們邀請到的是民進黨新北市三重立委參選人 李坤成 孟琦好 大家好 左手邊歡迎到的是民進黨嘉義縣山區立委參選人 陳冠廷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接著呢 邀請到的是資深媒體人王時期 大家好 等一下還會有國民黨新北新議員 葉元之也會加入節目討論現場 好 我們趕快來關心到的是國民黨全代會之後 金小刀的炮火越來越猛烈 朱立倫拋出的執政大聯盟 被金普聰直接吐槽 說不知道 也不清楚這個內容到底是什麼 兩個人之間的矛盾浮上檯面了嗎 一起來看 這個鄭立倫說 國民黨如果要選的話 有可能要當副的 怎麼看 無論媒體怎麼問 侯友宜都沒回應 他雖然順利挺過全代會獲得提名 但民調還是沒起色 台灣民意基金會的最新公布 他支持度20.2% 比上個月下降了0.2% 柯文哲27.8% 賴清德36.4%持續領先 前總統馬英九的友人陳長文投書媒體 批侯伴執行長金普聰戰略錯誤 把侯友宜勝選擺在政黨輪替之上 應該舉辦侯柯國的在野大決選 勝者為政 敗者當副首 已經定於一尊了 居然還有人在喊什麼 像這個朱立倫早上我跟他通電話 我來之前我還問 我說你的執政大聯盟是什麼 我都不知道啊 金普聰質疑 現在喊執政大聯盟是長他人志氣 滅自己威風 規劃延長戰線到九月 侯友宜如果能逆轉到第二名 就有立場談整合郭柯 利貧菲律共主 但以臺灣民意基金會的 西卡都民調來看 賴清德33.9%穩定領先 柯文哲20.5%排第二 侯友宜18% 郭台銘15.2% 面對柯國夾殺 金普聰仍拒絕白政藍腹 甚至喊大黨要有黨革黨魂 處理不好這個所謂的 他們講的這種大聯盟什麼時候 其實你是被吃掉的 最壞的打算就是 我挺著胸膛倒下去 不可能說國民黨做父嘛 你一個堂堂大黨你 對不對 雖然現在不是執政黨 但是你要有一點黨革黨魂嘛 如果這個侯友宜跟金普聰有這樣的雄心壯志 根本不談合作 靠我一個人就可以了 那就去衝嘛 那如果衝不起來 或是衝不到第一 只要民進黨不繼續執政 任何的組成 任何的合作 都是可以考慮的 國民黨內雜音四起 主戰還是組合 關鍵就在後裔的民調 能不能起死回生 執政大聯盟到底是什麼 國民黨的黨主席朱立倫帶頭喊 結果侯友宜的競選團隊 競然沒人知道 我先來請繞瑞德哥 因為剛才看到的是金普聰 他昨天去上了一個廣播節目 哇 他是公開喔 直接在這種Live的廣播節目上說 他不清楚也不知道到底那個執政大聯盟是什麼 就連侯友宜也只聽過幾次而已 那麼他上節目之前有打電話問朱立倫啦 可是細節跟執行方式他都不知道 所以他金普聰跟侯友宜兩個人 對朱立倫有這樣子的想法 他感到非常的詫異 金普聰講出來之後 外界也非常詫異 來 原來瑞德哥 原來人金普聰都不知道 那朱立倫講的話 到底誰聽啊 對 沒錯 所以現在國民黨 雖然在禮拜天全代會已經結束了 但是現在限於想執政各聯盟 就是想執政各聯盟就是 金普聰代表國民黨黨中央 然後呢 郝友宜 金小刀代表 等於說被徵召了總統參選人的陣營 另外還有一個虎視眈眈的 就包括陳玉珍跟各縣市一些議長 今天聽說有八成 還跟國民黨的黃子澤還嗆聲 叫他要講出來八成是哪八成 八成是不是有八成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分崩離析這是事實 所以你看想執政各聯盟 大家各懷鬼胎 當然是同床異夢 怎麼可能團結呢 那麼朱立倫的這個什麼之前開始談的什麼泛律聯盟 現在又來一個執政聯盟 羅志強他們又來一個什麼政黨輪替大聯盟 他們到底是要整個聯盟 你們是要小聯盟 中聯盟 大聯盟 就表示你們通通不團結 而且最令人感覺訝異的是 如果不是金普聰很誠實 坦白的說出來 我們還不知道你不知道呢 你知道嗎 你不知道 你要打選戰的CEO 你竟然不知道你們公司經營的方針跟未來的走向 你完全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董事會在那邊 對不對 董事會在那邊 什麼 那不是說球團老闆嗎 球團老闆在那邊決定我們要怎樣怎樣 然後我這邊CEO完全不知道 然後問一下說 那個要上場投手的 那個投手 投手說到底是什麼 其實細節我也不懂就對了 你們怎麼打仗 不可能打仗嘛 連這麼簡單的事情 朱立倫可以事先一通電話 跟金腳刀跟侯友宜溝通一下 我等一下全代會要講一個執政大聯盟 意思是說以侯友宜為主 然後大家一起團結 然後打敗民進黨 那去結合這個什麼 柯文哲也好啦 這個結合這個 等一下郭台銘也好啦 拿下執政權 就是執政大聯盟 你也可以這樣跟他解釋嘛 你沒有跟他解釋 結果你事先就拋出一個東西出來 都沒先說好 那我看電視 看我是金小刀 我拆一下 這是什麼東西啊 對不對 沒跟我說 沒跟我說 到底是什麼 你怎麼可能沒跟他解釋 沒跟他說 沒跟他照顧啦 因為他是真正執行的人嘛 這也凸顯了兩邊之間的矛盾 那個謀合絕對不是朱立倫跟他們這個等於說金小刀 他們講的那邊說兩邊越來越好 如果越來越好 今天就不會有這個金小刀呢 公開在媒體訪問的時候 講出這件事情來 公開在我跟你講私底下溝通其實是OK的 但為什麼 因為這件事是家裡這邊的事情嘛 講難聽一點 家醜不可外揚 就沒想到CEO自己把這個事情講出來以後 突顯了那麼侯伴跟這個國民黨黨中央之間的裂痕 之間竟然溝通這麼遠 沒有 連這種事情這麼重大的一個決策 他們都彼此不來往 然後沒有跟他們照會就對了 那也讓我們知道了 這個知道說這個等於說 國民黨內部確實不會團結 那我個人是認為說那麼從昨天的這個金小刀的專訪 還意外突顯出一個令人家瞠目結舌的事 為什麼 你看這個武甲秀宣 金庸武俠小說 那個那個以天屠龍記裡面的七傷拳 一棍打出去 七分打在人家三分 三分我丟來胸 所以這個全部都一直練 因為你練到越高的話 你就來胸丟掉了越害 所以這叫七傷拳 昨天金庸衝又再次的重擊了國民黨 為什麼 直接痛罵羅志強 意思就是說那個政黨輪替大聯盟 其實你羅志強 陳昌文 什麼政黨輪替大聯盟幹什麼 其實你們應該講說 其實講了半天就不要弄一大堆的名詞 你就非力大聯盟 就是N都民進黨 你們只 你們只為了政權奪利 所以N都民進黨就好 其他不重要 意思是這樣 對不對 所以誰跟誰合 誰怎麼樣 意思就是這樣 可是問題是 昨天又是公開開幹 直接點名了 在最舒適圈 最安全的大安區 南中之南 你知道嗎 大安區是台灣最好的天龍國裡面 最好的人裡面 我們那個臺北的什麼第一志願 還有什麼台大 絕大部分的人都是大安區 為什麼 因為他占盡了所有的便宜 最好的人都在那裡 所以在很多的受教育 受教權 享受的都在這個地方 他又是深藍之藍 所以你占盡了便宜 金小道意思是說 你就這樣啊 你就穩定了 對不對 比起別人還要去奮鬥 還要去那個 對不對 你之前做議員的時候 突然間說不做就不做 黎明要高雄 黎明要討論 黎明要討論 怎麼樣 現在又回來 給別人贈這個大安區的位置 對不對 你也給你贈到這個好酸林 你就已經穩定了 你再去說一件話 做一件事 然後來打擊 因為最主要現在好酸林 叫做中東好酸林 叫做侯友宜嘛 CEO的軍書 就是金小道嘛 站在那裡 他當然也生氣 但金小道他講這件事情的時候 忘了一件事 忘了他們叫國民黨 你又把家醜再度外揚 然後那個刀子對不對 還不是切上外面 他不是說他那個刀子 人家說他神秀有破長封嗎 結果你打自己 已經打幾刀了 你知道嗎 我都很擔心疫苗破長封 疫苗都不夠用了 為什麼 你昨天又K了自己羅志強一刀 之前上個禮拜 K這個正義連線 蔡正元跟邱毅已經很久沒有那麼興奮 你知道嗎 上電視的上電視 臉書的寫臉書 打回去金普聰 對不對 然後緊接著來 進警 還有這個傅崑企事件嘛 然後呢 又有你K這個正義 你現在我趕快算一個 你K多的人了 你繼續K下去的話 你朋友就不糟了料了嘛 很簡單嘛 叫你來是叫做湯庫的嘛 結果你來這裡 這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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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 我到現在不了解 請問一下 中國國民黨要選總統 到底是金普聰還是侯友宜啊 怎麼主帥沒有看到 當天當晚出來 主帥很尷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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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過了坐的都不敢走 新北市一支車車路數倒下來 造成主帥他就嚇到死了 為什麼 很簡單啊 只要我來看我 我一心而用 結果就是這樣嘛 怕說新北市的評評 怕高音拿一支蔥風槍 掃五十一千 事情又出現嘛 所以現在只好乖乖坐在這個地方嘛 結果呢 那麼你自己的主帥都沒有看著說 這兩個多月以來 被拿名之後 你上電視機 侃侃而談 我要怎麼帶領中華民國起飛 你不能一天敢不敢 怎麼會不會民進黨而已 對吧 尤其是很多是造謠的東西嘛 每民進黨不給資源 不給錢 然後都卡尼有的 說一大堆 那聽到的 先要的是 你到底要怎麼帶中華民國起飛嘛 我打新北市 打四十四五十年 我就沒有看到新北市 新北市除了花了每年 花好幾千萬半的 花樂業 當成的 新北幫救 新版特區 儲如來如貴之外 還一瓶貴到九八九十萬之外 我看不到整個新北騎在的地方 真的有起飛嘛 所以呢 金小刀如果繼續接受媒體訪問的話 不僅不僅會搶了 搶了配角變主角 搶了主角的戲之外呢 還會讓國民黨的內鬥更加的嚴重 真的 國民黨現在狀況就是 一樣動不一樣心啦 這個十七節我們來看到 金普聰罵羅志強 這個部分 大家覺得好像還比較可以理解 畢竟以備份來講 金普聰應該是逼羅志強比較大 那但是金普聰跟朱立倫 金普聰昨天直接在廣播節目上 直接這樣講喔 剛才我們掐了那一段出來 大家去聽聽這個金老師的口氣 說我早上還有卡電圍的問 朱立倫 你上次講的執政大聯盟是什麼 那種口氣充滿著 現在不曉得國民黨裡面誰是老大 是整個國民黨都要聽金普聰的 還是要聽朱立倫下指導期 現在外界已經三不贓了 來 十七姐 看了我都憂心忡忡啦 國民黨怎麼這樣子啦 兩兩互打 這樣怎麼得了 我們鼓勵下去喔 對啊 王菲我一直在鼓勵紅友宜有沒有 金普聰跟羅志強跟馬英九本來是一個team 本來是一組 後來兩兩翻臉之後 現在拆成三組 一人一組 所以金普聰對羅志強 我知道是他們之前這個就鬧得非常非常難堪 然後所以金普聰這一次炮打羅志強 倒也是沒有在客氣的 直接用我瞧不起 好 那這個狀況就是說 我覺得對國民黨來講 母雞跟小雞其實是切成兩大塊 金普聰很努力的在幫母雞這個這個輔選 那因為他幫母雞輔選 所以當然會希望說所有的小雞都能夠是一個團隊 但是小雞因為各自要求生 所以小雞就會去走一些打擦邊球 或者是走一些旁門左道 這邊去蹭一下磕 那邊去蹭一下鍋等等的 會有這樣子的狀況 或者是提出什麼 我們來大聯盟大聯盟 這些都是小雞為了要自我求生的手段跟方法 可是這個對母雞來說有傷 所以金普聰 我是在服選母雞 你們小雞這樣子給我搞的話 我當然一個一個砍下去 所以他也要砍這個陳玉珍 也要砍鄭麗文也要砍所有這個 有對母雞有傷害的 我通通都砍 可是最無奈的地方在於 金普聰雖然是執行長 雖然是CEO 可是他其實是兩手空空 他沒有武器 真正有武器的是朱立倫 所有能夠給糖果的 或者是給處分的 那個決策權都在朱立倫手上 所以當黨內有一些人希望能夠獲得到 不然可以換到一些禮物 換個不分區 或者是換到一個什麼東西的時候 他要求的對象是朱立倫 所以這個時候 朱立倫跟金普聰的同心就非常重要 你看我剛剛已經講一大圈了 國民黨你們到底分了幾圈 好幾坨人 那所以金普聰跟朱立倫兩個人 又因為彼此有心結 所以在這種狀況底下 他們兩個人就不會同心 所以金普聰手上持續沒有武器 沒有辦法開砸 也沒有辦法給出任何獎勵的承諾 這使得國民黨又陷入了一個新的困境 本來金普聰是期待說 能夠在723全代會之後 站穩腳步慢慢的把侯友宜的民調往上拉抬 也對 這個看法完全是對的 國民黨總是要內部整軍 好內部整完了韓國瑜 這個很大的一部分之後 沒有想到現在陷入的變成是 母雞跟小雞的團隊之間互相打 這件事情我認為 其實對侯友宜的傷害 傷害性更大 因為他們是實實在在要求生的雞 所以實實在在要求生的雞 我認為對於侯友宜的內部造成的傷害 真的甚至比你台面上跟韓國瑜 有沒有拍一張照 來得更扎實 那個傷害性是更扎實的 所以金普聰接下來要處理的 要花心思的真的還蠻多 首先我會認為金普聰 其實金普聰在接受藍宣訪問的時候 我覺得他講得非常好 他是一個我們認識的國民黨 國民黨作為一個最大的黨 你該怎麼走 該怎麼站穩步伐 其實應該是要有步驟的 金普聰正在按照這樣子的步驟往前走 可是呢 現在問題產生之後 我會介意金普聰 你要跟朱立倫兩個人開城布鉤 把話講清楚 到底那個棒子跟蘿蔔 應該怎麼揮舞怎麼使 然後彈清楚什麼叫做大聯盟 因為光是朱立倫一個人彈出的大聯盟 就有好幾個版本 從菲律大聯盟到在野大聯盟到執政大聯盟 一開始人家覺得 名詞一直變 名詞一直變 那是不是其實你的內涵也在變 你的菲律大聯盟本來著重的是母雞這個層次的 可是後來你現在已經跳到了執政大聯盟 是不是也已經對自己的母雞失望了 所以你們隨便你們怎麼樣啦 國民黨母雞死了也就死了啦 但是我們要分一杯羹 因為我料你柯文哲是沒有團隊的 所以我們國民黨要在你執政大聯盟當中 搶幾個分幾個位置來分個帳 是不是這個意思 我覺得金普聰應該要跟朱立倫問個清楚 否則你們這個帳 不曉得怎麼打下去 連鼓勵都不知從何鼓勵起 這個也使得我十分為難 真的來金普聰現在可能覺得很力不從心 希望底下的這個小姬要選立委的候選人 可以多多幫侯友宜講話 來這個原資議員到現場了 來已經遲到十分鐘了啦 原資趕快進行幫侯友宜講講話 這個昨天大家在看這個廣播的時候 很多人說哇金普聰講了這一句話 凸顯他的骨氣啦 說絕對不可能氣喉寶科 不會去思考替換主帥這件事情 最壞的打算也就是挺著胸膛倒下去 如果盤算氣誰保誰黨就潰散了 哇金普聰講得很有氣憋的喔 最壞的打算就是挺著胸膛倒下去 來這款的氣憋來 原資議員有沒有呢 來議員怎麼樣來看 我覺得現在如果你問我的話 我覺得執政大聯盟是一個框架 但是這個框架在現實是多講的 就是沒辦法現在沒有辦法談 金普聰他說不知道內容是什麼啊 國民黨到底有人知道嗎 朱立倫知道啦 只有朱立倫知道 但是可能金普通不知道 底下的人都不曉得 對啊 因為這個是一個比較模糊概念 它是一個比較遠期的目標 但這個遠期目標放在現在 今天是7月26號是沒有辦法談的 為什麼呢 因為執政大聯盟講的是在野的整合嘛 在野整合就包括國民黨 民眾黨還有郭台銘 那現階段這三個人 他心裡想的是什麼 他心裡想的是說 是我要去整合別人對不對 那我要怎麼樣去整合別人 就是我的民調要高嘛 那我的民調什麼時候高才有用呢 不是現在 是什麼時候 是大概十月中下旬那個時候高才有用 那為什麼是十月中下旬 因為郭台銘他如果要進行連署的話 他十一月二號是要送件的最後一刻 那國民黨跟民眾黨 大概也會在十月中下旬 去決定自己的副總統的候選人 所以那個就是非談不可的時間點 那在那個非談不可的時間點 往前推 現在還有兩三個月 這個這兩三個月 這三個要幹嘛 這三個就是想盡辦法 讓自己的民調衝到最高嘛 所以對金補充而言 他的目標就是要讓侯友宜的民調 衝到很高 30%甚至40% 那郭台銘也也在想說 對啊我也要衝啊 我也要衝到30% 柯文哲也在想說他要衝到30% 對不對 好那到了十月中下旬的時候 如果萬一啦 萬一我講一個比方 侯友宜40% 那這個水到渠成嘛 執政大聯盟把柯就變成猴去整合人家嘛 可是萬一我再退一萬步來講 如果那時候還是20% 如果還是20%咧 如果是柯30%呢 那是不是當時的氛圍就會要求說 那猴你是不是要去跟柯沛 因為你現在民調不如人家嘛 那所以我覺得這是立場問題 因為金普聰他是 他是侯伴的執行長 那他現在當然就說沒有那一回事 我們現在只有一個目標 不用想那麼多 我們現在就是要把侯友的民調衝高 議員金普聰昨天話術非常重 他直接點名羅志強 他說他就是看不見啊 他看不起羅志強 羅志強已經在這麼安全的選區 在大安區這麼安全的選區 居然還要搞這樣子的把戲 來議員你怎麼樣看羅志強 他在大安區藍中之藍的區 還想要講什麼政黨輪替大聯盟 你怎麼樣看 羅志強講的也是一個框架啦 也是一個框架 那金普聰因為我剛剛你講 兩個人基本上立場就不同了 金普聰是侯伴執行長 所以他現在他講話都非常篤定 你記不記得他曾經講過 柯侯配不可能 為什麼 因為如果他告訴你說柯侯配可能 那侯友可能會刮 就是說連侯伴執行長都認為柯侯配可能 你要選只是選一個第二 那我支持你侯友你幹嘛 在金普聰角度是這樣嘛 對金普聰就不可能 難道朱立倫覺得可能嗎 他講那個執政大聯盟是什麼意思 所以他是一個框架 那目標還是國民黨 目標還是國民黨去整合別人 可是我覺得到十月中下旬 現在就是兄弟登山各自努力啦 現在講那個什麼執政聯盟都 因為不可能在現在發生嘛 不可能我現在跟民眾談說我們來聯盟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反正現階段就是兄弟登山各自努力 那小雞也有小雞的焦慮啦 這個金普通也有講 因為對我們對我們來講 每一個人票我們也都想要 你都跑去郭董的總市長見面會啦 是不是 那一場六沒有準時 你今天來幫侯友宜來幫他還價 你都遲到十分鐘 我那一場遲到四十分鐘 然後坐到第一排去 那是因為只剩下第一排 第一個位置有空位 所以他就找我 所以你也是很勉強的 你有沒有當場跟郭董反映 我很勉強的 我本來是要做最後的 沒有沒有 我們是客水主便嘛 因為他邀請我去嘛 那他把我帶到哪裡我就坐哪裡啊 我們不能挑位置坐 你要加入他團隊嗎 對啊 郭董都當場開了這樣邀請 這樣金普通會不會看不起你啊 就你跑到郭建英那邊去 我不曉得 因為我沒有跟他聯絡 你們現在是斷訓通嗎 他也沒有跟我聯絡 我不知道他看不看 議員你現在到底有沒有加入 侯友宜的競選團隊裡面 你有沒有接什麼發言人的職務啊 現在都沒有 沒有沒有沒有 所以那剛才意思是說 這樣遲到情有可原囉 這樣子來幫侯友宜講話這樣子 好 我們來看到的是 現在國民黨的小雞 現在對於侯友宜 到底有沒有忠心 剛才可以看到嘛 一下有小雞在喊政黨輪替大聯盟 那一下上議員 有時候也會跑去 這個郭董事長的董事長見面會 那這樣子當然會讓金普通 會讓這個執行長覺得 真的是非常力不從心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好 等一下回來繼續來看 國民黨的這個執政大聯盟 是不是整個團隊 只有朱立倫一個人知道呢 我們收席之後 我們等一下回來 請昆程議員來幫我們分析